当窄窄下班的时候将会打开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昂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大酸梅 我是阿直 我是布姑 我是啪啪熊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了 拿出我的手机 看了 手机 手机 大家很棒今天有看漫画 不过虽然阿直刚刚有跟我们打了声招呼 但因为一些技术性上的问题呢 所以阿直可能大部分的时间不会出现 那如果他出现了 就当做我们的这一个这一集节目 有一个surprise给大家 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今天是CCC的这个企划的最后一集 爆哭 有需要爆哭吗 因为要结束了 是也不用 是也不用 真的 未来还可以继续看好不好 未来还可以继续看 不用哭 哭屁哭 这样子 我们还有很多台人作品没有讲到的 真的 真的 而且我今天才刚好跟 就是去我们的过期少年快报 就是友台上面 然后讨论台湾的漫画到底有没有议题这件事 那当然大家知道的 我们就是想要蹭某个 蹭某个流量 想蹭某个流量 蹭什么流量 问号 因为之前某一个 某一位候选人 曾经说台湾的漫画 就是不太有议题这件事情 那当然的就是我们在里面有 我们有除了本身讨论有议题的作品外 还有更扩大到很多种 怎么讲就是蛮大的范围 因为这有各种的背后的考量 但是我这边就暂且不说了 那总之我其实在里面也有提到 我们做CCC这个企划 那么这一集有一点点小特别是 我们这一集是有点类似以书单节目的形式 然后来跟大家推荐作品的 嗯 好像主要是因为 其实CCC上面会有很多的短片 那它偏幅短 然后又录成一集 可能会不够不够不够多 再加上有一些作者在 CCC追漫台上面 大部分放的都是短片 所以就会觉得那就是以作者来介绍 或者是挑几个我们有兴趣的短片 然后把它当成书单 推荐给大家 哼哼哼 因为主要是 当然如果它是例如说短片集 我们也可以直接拉一本的短片集的节目的篇幅来推荐 但是因为CCC就已经是现在比较更 也不算前卫啦 但是算是比较以科技为主的就是在数位平台上面连载的一个漫画平台 那么作品中还有包括你可以看到它的可能性可能几乎就只有在网路上了 你有可能甚至看不到实体书 那这也是我们做CCC这个企划的一个目标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这里一并讲的话 那把短片集结起来 大家应该会更方便去搜寻这一些作品 而不是这样一篇一篇找 这样子 尤其它们又是短片跟以作者为主的话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要先由谁开始讲呢 阿姑妈你的口感 好啊好啊 我讲的这个作者啊 我觉得我之前跟阿子有在讨论过关于漫画的娱乐性的问题 对 台湾的漫画到底有没有议题 那娱乐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是是 那我觉得这个作者啊 他的作品有一个非常台味的感觉 他有很多台湾日常流行的梗 我选他要讲的就只是因为他给我很多 这是在撒小 然后很多的吐槽 而且他好像也放了很多历史的东西嘛 对 还好 我觉得以我的判断来讲算还好 但他的吐槽真的很够 就是讲一句吐一句 讲一句吐一句 这非常的符合我平常内心的那些OS 我对于这个作者 我蛮感兴趣的是他其实的确有不少作品 我感觉他想要画的是 无论是历史啊 或者是一些可能跟台湾在地相关的东西 想要推广 但是他画的那个方式我真的觉得有一点ㄎㄧㄤ 我一直在想说 这应该这些主题应该是因为无论是CCC 或者是政府相关单位就是去合作画出来的 他们真的觉得没有问题吗 这可以过神欸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想说 等一下这个影射异味是不是有点浓厚 之类的 我看那个四海鱿鱼的时候我就想说 真的 四海鱿鱼这听起来怎么做 应该说这书名看起来很像四海游龙 这就算了 它里面实在是影射太多的作品了 然后我整个看到觉得说 这太ㄎㄧㄤ了吧 然后又翻车鱼 这他的特色 我真的不行 真的 所以我才说有很多台湾日常流行的梗 我想说哇哦 哇哦这个那个 四海鱿鱼这一篇 我真的特别想讲这一篇是因为 我刚前面看大概三四页的时候 我就觉得蛤这什么 这样子 然后大家一定要忍住看到超过第五页 没错因为我有特意数过 要看超过第五页 看到第六页 你才会知道我们说的什么叫做 因为他后面的就是把前面五页整整 就是像是打脸一样 就是踩在地上碾 然后就是笑死 然后而且最好笑的是 因为那看起来像是一部想要科普的作品 然后他后面用了一些说什么娱乐效果之后 他把各种知识浓缩在 我一看就知道不会有人认真看完的对话框 太讽刺了 太讽刺了 他还有一部在讲石虎 就是前阵子有关于石虎的议题 然后他把它画成漫画 其实我觉得比较尴尬的是他把石虎拟人 所以那个石虎就变得很ㄎㄧㄤ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保护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本身画的ㄎㄧㄤ 我觉得有点诡异 然后我对这个诡异其实还蛮 还蛮开心的 然后这个作者他的其他作品其实也 我也不知道就是真的充满一种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就是你们真的那一些单位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 应该说我那时候开启这一个作者 然后就想说副姑推荐 然后就拉到最下面看那个疑似是最早的那一篇 然后看的时候就想说 蛤 副姑你喜欢这个吗 然后我想说蛤 等一下那个 诶我突然之间意识到他好像在讲哪些历史人物 他只是换了姓氏换了名字 然后说那个高中跟我有什么屁关系 因为那个什么我祖父还阿公是那边校友 那这样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啊 然后我就想说完了他这一定是在吐槽历史 可是我那段历史其实不是很记得了 然后我后来就看四海鱿鱼就笑死了这样 哦 但是我那一就是我知道 懂我的感觉 我知道帕帕帕雄讲的是哪一篇 他没有阴阳但感觉我笑了 我笑了 但其实你真的要说他有历史的话 我倒觉得他还蛮有历史的哦 他还蛮有知识的 其实他有历史因为我有看出来 因为我之前有研究过其中某一个人 所以他在讲的时候 然后我大概知道说他在讲哪一段的历史 我就觉得说这个真的影射意味超浓厚 你们这个真的可以过神吗 过了 我也是很幸运 所以我看到了 真的没有问题吗 台湾在这方面很open的 真的真的 好啦 那所以我个人就觉得 这个作者我完全可以看出他的味道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就把这个作者的底下的所有作品就点开来看看 那我相信你看一篇就会懂我们三个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那个kang真的不是我们直接描述你就可以听得懂的 那真的是需要阅读作品本身 我就算在这里跟你剧透任何细节都会变得没有娱乐感 这个作品就他的作品就是要直接去看那部作品 对 你就算那个历史的你不懂那些历史 你看四海鱿鱼一定会笑出来 我觉得 诶 成先起后我就想顺便刚好提到四海鱿鱼 大家四海鱿鱼跟咖喱东的有两篇就是什么深海 它有两篇短篇也是跟那个海有关 什么深海很多鱼 嘿对对对那两篇连着一起看我整个我今天看完的时候有一种 呃我今天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 没错 就反正我真的觉得非常有趣 然后咖喱东这个作者其实因为他的作品跟那个Kokai一样 他们两个都是基本上都是短篇的作品放在CCC上面 是 然后咖喱东的话我那时候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看到了他的一篇叫一言难尽隔壁的翻译少女 然后我这次为了录这个短篇大乱斗 简称短篇大乱斗的节目的时候我才去看他其他的作品 有点失利 就是我看了之后才发现原来他是有楼友系列的 然后他的楼友一号房其实是有得过奖的 就是有拿过政府的奖项 然后他这楼友一号房的那个故事也真的很不错 很有趣 然后还有那个楼友在台南 然后那篇我也觉得很有趣 是是是 然后这个一言难尽呢我当初看到他的时候 还蛮喜欢他的地方就是他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悬疑感的 就是有一个就是翻译家 然后他就是你知道就是日夜工作的翻译 所以他突然就是有另外一个室友拿了一张照片 就是附近的二手书店开幕了 然后就跟老板拍一张照片 然后给他看的时候他突然很激动就重去那家书店 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跟店员在那边激动 我问说谁买走了那本书 然后就突然昏倒了 因为他睡眠不足 然后他的两个算是楼友还是室友 就是觉得说啊平常就是受他帮助很多 所以想要帮他去找说他想要找出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然后就是引发了后面那一连串 我觉得蛮有趣的讨论 只是他真的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缺点 就是字有点太多了 哦吼这倒是 这倒是 他就是嗯 我觉得在阅读的体感上就是楼友一号房 跟一言难尽这两部就是 在看的时候把字看完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楼友在台南我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 对我知道你就是要把这个故事带到那个点 对吧 对没错 你知道就是很像在看那种观光手册 然后就是他就会写一个故事 然后你就要沿着那个故事去走那些地方 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在看观光手册的感觉 可是他最后的结尾收尾收得很可爱 所以我觉得还是还是很不错就想推荐给大家 对对对 意图过于明显 意图超明显 我就想说 我好我知道了 啊既然这个点讲了 那我就下一个点 哦我就知道 的那种感觉 超好笑 是一个尤其以台南人来 阿姑请问一下你的感觉如何 他没有看吧 哦你没有看 哦好 嘿 但没关系 我跟他说 我相信阿姑只要一看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意图非常明显 意图太明显 然后我后来就是看了那个 他有一些是那个外星人的故事 然后有一个那个外星人 他 他是另外一种程度的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双关啦 外籍新娘 他是外星人的新娘 不是那个外籍 但是因为他是外星人之外 他又充当成外籍新娘嫁到台湾 然后那段故事其实我看了还蛮难过的啦 就是他里面的一些 然后他最后的ending居然就直接就是 做那个收尾 我就 有一点就是无法接受 不过没关系 他到下一篇那个男十字打工度假 又跟这个楼友系列就是主角又串联在一起 而且他们是去澳洲打那个打工度假 然后我就看着看着就觉得说 酸梅 这是酸梅 等一下 为什么 刚我不识 等一下 但我要先说 因为里面很多背包客美 好好好 你说的没有错 但是我一定要强调 虽然啪啪熊在那里说 男十字打工度假 然后或跟外籍新娘 但如果大家看到这两篇他的名字 他那个外籍新娘的中间是有一个星号的 所以你真的要念出来的话 要叫做外星籍新娘 对 因为他是一个外星人嘛 然后所以这是男十字新打工度假 这样可以理解了吗 原来那个新就是指那个外星人哦 对他不是那个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 因为随着他的故事嘛 所以我在想 这个就是新字的意思 只是我们很习惯在漫画中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少女漫画中间就会有一个符号 然后所以我们自动会略过他 但因为他是外星人 所以他是外星级新娘 我自己在念他的时候是这样念的 我没有想到你没有注意到 我就直接跳过 我就想说那个不就是那个 叮的那种意思之类的 就发个光这样 然后连接到这里就顺便讲一下 其实作者他在自己的简介就说 他其实想要画单纯胡乱骗小孩的黑白科幻剧情漫画 但不知道为什么街道都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彩色漫画 我想了一下突然发现 嗯确实是 的确实是 所以他才会画这个男时自信打工的价 偷偷的尝尽自己的喜好吧 那偷偷尝尽自己的喜好 可是很明显吧 意图过于明显 真的 口卡是一种轻 那咖喱东是另外一种轻 而且他的那个另外一种轻是一种 你看似好像就是他想要讲的很 很常见的一个日常感的作品 但是我就很想说没有你这个哪里不对 但是好吧 就是他会把那个角色明明就是莫名其妙 但是他会把它塑造在一个应该很日常的 很日常的 很日常的一个设定 例如像我们刚刚说那个深海很多离系列 他其实就是在讲教学研究相关的东西 然后他偏偏要把主角设计成那个样子 就是不是不行啊 但是 意图过于明显 他就把自己的喜好也藏进去了 然后过神还过了 他就应该蛮开心的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本人有没有开心 那完了他有追踪我们 他会不会听到这一集 他有追踪我们吗 这么危险吗 他好像有追踪我们的扑浪的样子 那你还讲过大声 完了完了完了 那但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一言难尽隔壁的翻译少女的这一点 是里面的主角曾经借由一个照片 然后去知道说是哪一部作品 即使那张照片没有非常明显的照出那一本书的名字 啊对对对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个经验 就是我以前还在台南工作的时候 就是会去一间租书店 然后那间租书店很大 然后有一天我就是自己在那边找找不到一本某一本书的时候 我就拿博客来的 就用手机秀博客来的页面说我想找这本书 然后可能因为封面的关系 他可能以为是BL 但其实我问的那一部不是BL 然后他就说哦这个哦 然后他就在那边搓搓搓搓搓我的手机 然后说怎么看不到书背呢 那总之呢他就带着我去找了BL去 我说嗯嗯 我就看他很认真的找 我就说嗯那个嗯不是那个不是BL 他说不是哦 他就在换了一个地方去找 就后来有找到 我就想说哇所以书店 租书店的店员其实他们的确是用书背的颜色在记那个位置 可是不只是租书店吧 我自己也会这样 我通常因为我有加入一些大家就是买漫画 然后收藏的一个的社团嘛 然后很多人都会秀自己的书柜 然后我就会你知道我就看那张照片 然后那张照片的上面 比如说左上角那一格 然后大概是什么颜色 然后那个大小 那个书的那个大小 从他的书背的那个大小颜色 然后跟一整排放起来的感觉 我就会说啊我知道那一部是胆大党 然后或者说哦这个是解架物语 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人的收藏空间不够 没有办法这样子 其实我也可以认得出大半 只要是我有接触过作品 我也看书背就认得出来它是哪一套 哦我们阿集回来了 耶公迎阿集 没有没有 我这边还没办法 你们继续 我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我的藏书空间 没有办法这样子拍 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会记书封面比较多 这倒是 但是因为我自己是蛮习惯 就是会看一整套 因为我自己有 可是现在也快要空间不够 都快要红着放了 我怕有一天我就认不住 而且如果你把它放到里面那一层 你久了就会忘记它长什么样 真的 但是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你会隐约看得出来 这样子的书背的设计是比较偏动力的 还是比较偏尖端的 就是不同的出版社 他们的设计会不太一样 那你大致上又从那个大小 然后跟附近的书 那个因为通常你知道就是收藏的 其实漫画的部分 我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感受 但是小说我可以 因为小说真的出版社 他们的书系的那个书背 非常的明显 就大概是这样吧 就是我对小说这部分 我比较可以 可是因为现在比较少看小说 所以其实已经不行了 其实漫画都会有它的分类 比如说像有了出版社 写的纸戒就是纸BL 然后那个书背 如果你靠得够近 它其实会把分类写上去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所以你把照片放很大的话 你也可以喷顿 的确是 就是如果你真的看久的话 你隐约可以感受得出来 不过没关系啦 就是感受不出来也没关系 只是因为看着那个主角在那里 这样子就是讲说要怎么样 怎么样辨认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超有同感耶 我说啊 我懂你在说什么 我真的懂 这真的是自己有藏书 或者是你很习惯去看 那个书的排位的人 会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东西 但是没有在做这个习惯的人 就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你在说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有同感的地方 是这么细节的一个小地方 但就可以看得出来 作者应该自己就是一个 也会在意这部分的一个人 对 因为不然的话 应该是不会发现这件事情的 没有 我就只是对于这一点 我就是很想拿出来讲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 很可爱这样子 所以好啦 那咖喱东的作品 大家也很推荐去看 就是跟Cocca也是另外一个 不同的Key 就是两个都很轻 我真的两个都很喜欢 对 好的 那么接下来是谁的作品呢 接下来 可能大概又是我放的吧 就是作者叫阿宁 然后他 他好像在那个 差不多是阿飘月的时候出的吧 叫做一四怪谈的那些事 好难念哦 然后我觉得 他也不算短篇啦 因为他还在连载中 只是我觉得他的那个 一开始我有点怕 因为我想说 哦 在阿飘月 然后又上这种书名 是不是真的要讲怪谈 如果是真的怪谈 我不敢看 所以我就戳算没去看 咦 然后我就说 我跟你说 你绝对 你绝对不会怕 其实蛮有趣的 他那里面的故事 而且 我就是那时候 会注意到这一部 是因为在铺廊上面 有些人就说 哇 那个看到 应该是第二话吧 看到第二话就是 他虽然不恐怖 可是你看到最后面的时候 他某种程度上是恐怖的 嗯 没错 超恐怖 死后也 嗯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不想剧透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第二话 我真的觉得 当时看的时候想说 跟那个女主角 算女主角吧 那女主角的同事一样 就想说 所以哪里恐怖了吗 当女主角讲完之后 仔细想想 嗯 真的蛮恐怖的耶 没错没错 我对于这部作品就是 你根本就是假怪谈之明星 讨论 就是讨论 现代状况之 所以我也很推荐 这一篇也真的蛮有趣的 就目前就是 我记得是两话再加上一个类似 番外的 呃 的短片 但是 反正大家去看 因为都很短 一点都不恐怖 但是某种程度上 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是真的蛮恐怖的 对 所以 啊 好啦 推荐大家去看看 但是阿宁这个作者 好像目前没有那么多其他的作品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 嗯 嗯 嗯 但好像他在他的铺浪上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作品 大家好像可以再继续去追这样 好像偶尔会释出吧 所以如果有铺浪账号的 可以关注一下作者大大这样 对 好的好的 那么再来 再来是谁的作品呢 下一个是 我的心头 一 我很喜欢的 让货席作老师 就是如果 大家有知道的话 我把 让货席作老师 不管是他自己原创 还是 帮别人画漫画的作品 我可以看得到的 我全部都有提出来录音 所以这一部 我当然不会错过他 叫做雀容 是是是 他是一个就是 以现代来说 应该也蛮常见的吧 就是你如果有交往的 女朋友 然后女朋友 有一天女朋友就说 就是跟我一起回去返乡吧 就是想要探探亲这样子 然后男生可能会有点略为紧张 想说 是不是要逼婚啊 什么什么 然后女朋友说 没有啦 就只是回去看看 看看家人而已 不会逼你结婚啦 这样子 然后你就开车 带他回去了 的一个故事 我讲的好简略哦 但它是一个 很恐怖惊悚的故事 我好喜欢啊 对 真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回去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如果有人有看过 烂货席作的其他作品 或者是 有听我们之前推荐过的 讨论 就是推荐的时候 讲他的故事 是一个怎么样的风格 那么 我相信 大家一定就会知道 这个故事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那至于 他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因为他是个短片 所以欢迎大家 自己去看 就这样 嗯 这样 阿姑有看这一篇吗 没有耶 我想也是 你还是先不要看好了 不顾不能看这个吗 没有啦 我在想说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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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说 深层黑暗 阿姑不能看 但是我觉得 他的那个 就是一个 比较偏向于 我跟啪啪熊 喜好的 比较偏向于 单纯的 惊悚感的 这样子的作品 但是阿姑 你还是很欢迎去看哦 这样子 好的 那我觉得阿姑 应该还是会比较喜欢 那个疑似怪台的那些事 对对对 我觉得阿姑 我觉得阿姑可以去看 我觉得我好喜欢 那个第二篇 我觉得他的吐槽 跟阿姑的感觉 莫名的很像 真心 真的 很有那个感觉 好的 那么接下来换我了吗 嗯 好的 请 那我要讲的是 一个作者 然后跟另外 另外有两个短片的故事 啊没有啦 基本上应该说 都是短片 只是我要讲的 这个作者呢 他有蛮多个短片 那这个作者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一个 他这个名字 因为 这个作者的一个 有一点点特殊的状况 所以 我不知道这个 是不是可以这样念 但是总之 他的 作者名字叫做 巴林 巴林 就是1980的那个巴林 但至于为什么 我会说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念呢 那请大家听我 威威道来 是因为 我先看了第一篇 短片叫做 没有那块地 那这 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 我看这一部作品的时候啊 我其实是被骗进去的 嗯 什么叫做被骗进去呢 就是没有这块地 这个短片 他的简介是这样写的 他写 为了西瓜果冻 而借出肉体的男人 然后 我就想说 哇 而且他的tag 还写了一个叫做 食物恋 然后我就想说 哦 tag还有一个是西瓜果冻 我不知道这个tag 还有其他哪一部作品可以用 好 但是 但是 现在就这样飙了 好 就这样飙吧 然后另外一个叫食物恋 然后恋是恋爱的恋 我就想说 这部作品应该是一部 很开心的作品吧 于是我点开了来看 那第二话我看到 嗯 哪里 就当他我看到第二页 哪里不对 然后再继续看下去 没有 这一部 整部作品 是一个 因为西瓜果冻 而走上了不归路的男人的故事 感觉好复杂 而且这个不归路 如果你看到他另外一篇 你就会发现他 嗯 他真的是不归路呢 真的是不归路呢 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 这部作品 其实是在探讨 社会议题的故事 而且这一篇 短篇 他后面剧情 有一点急转直下 然后变成一个 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状况 那就符合他另外一个tag 叫做土地正义 但是我先 先把这些什么 另外的描述 先撇开不停 主要是我后来就觉得 我还蛮喜欢这个作者 他描述故事的方式 所以我又 看着这个作者 巴林 我按了他其他的短篇去看 我都蛮喜欢他描述故事的方式的时候 我再看到这个作者的警戒 还有他的画风 我突然意识到 他是谁 那至于 如果可以意识到他是谁的人 去看就知道他是谁了 如果看了他的剪接跟他的画风 不知道他是谁的人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就不会知道他是谁了 这是不是 很奇怪的描述 好的 那总之 他是一个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朋友画的 那我在 我就把他的短篇全部看完 我觉得 我真的很喜欢他 画这些短篇的方式 然后那个 他也很闹 我老实说 他的闹是另外一种闹 但他不是 但他仍然很闹 的方式 然后去画他的短篇 那我自己个人很推荐 他的几篇 就是其实都是在探讨 社会议题 可是并没有去用一种 非常严肃的方式去讨论 但是也没有像 Coccai跟咖喱东 那么 那么 就是他们两个的 是另外一种 这样 那总之 我很推荐 推荐他的作品 那至于为什么 我对于 要不要念巴林 这件事 如果有人知道 这一个漫画家的话 可能还知道 一些事情的话 就会知道 为什么 我会不知道 要不要念巴林 但我就先不提了 对 那一些事情 不是那么方便提 但总之 就是这样子 好的 那么我再接下来 就是在讲 我推荐的两个短篇 都充满了一种 末日跟 末途的那种感觉 就是终结之感 对 一个是陆镜 这个漫画家 所画的末日 末日 他这一个短篇 其实是非常的短 那刚开始 就是一个男人 他看起来 就是在充满僵尸 包围的房子里 跟着一个女人 说着 他想要去做的 某一件事情 然后直到 这个好像才四五页吧 那等你看到结局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哇塞 干爽 这就是我会喜欢的漫画 没错 我超喜欢 这个讽刺感 超棒 所以大家就自己去看 我记得这篇 好像是哪个听友 跟我们讲的 对 好像是 不要乱讲哪一个人 我不知道再讲到哪一个 反正因为我跟酸美 有时候会发那种 就是推荐的 什么丧尸片啊 什么的 然后就会有一些 就是扑友 可能就会发现 我们喜欢这个 然后就会跟我们推荐说 哪一部作品也不错啊 这样子 然后我一开始看 还看不懂 我还看了第二遍 对 就是 是哦 好 我看第一遍 我看第一遍 就看到结尾 就说 哇 赞 然后再重看一遍 这样子 我好喜欢 那么大家知道 就是酸美喜欢的 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你看了就知道 我觉得那个尾巴带来的 那个强劲感 对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 那可以去看 反正很短又免费 还不看爆 这样 如果看了之后 记得收藏 然后留言 然后或是按个赞 按个爱心 留言鼓励漫画家之类的 这样子 那另外一部 也是一个非常末日 充满末日之感的一部作品 就叫做光明之死 那它是 好像是CCC 曾经有一个 企划之类的 好像是会找 有写小说的人 或者是 会写故事的人 那搭配上漫画家 去画漫画 我不太确定 是不是这样 但 因为我看过 好像几篇 都是比较偏向于 他们这样子 合作的方式 然后会有一个 共同的 好像系列名字之类 还是有一个 系列的一个 飞页之类的 那么这个 作者叫做 姬希 那漫画家 叫做叶长青 叶长青 这个漫画家 我们之前在 浮游之岛这部作品 就有提过 他跟 另外一位 就是写作的人 就是一起 在画 浮游之岛这个故事 那叶长青 漫画家 就是叶长青老师 他的画风 其实非常的 不日系 对 我只能这样子描述 因为我很难描述 他是哪一种风格 但总之就是 不是我们很习惯的 日系风格 其实路径的末日 也是 他也不是很日系的 那种画风 那故事就充满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 是在描述着 在末日的状况下 人会怎么样的被 逼至疯狂 的一个故事 所以他叫做 光明之死 其实我那时候 看的时候 莫名的 因为 他是关于就是 黑暗笼罩了 大地嘛 然后就失去了光 然后就忽然 一页想到 我们之前看的 那部叫 《诗人剧场》吧 电影 他也是黑暗 笼罩之后 就是整个世界 都灰灰的 然后就发生了 一些事情 虽然其实故事 走向不一样 但是我就想到那一部 的确是呢 就是一种 充满黑暗的感觉 但充满黑暗的时候 然后又 充满了不确定 然后跟不安的时候 会有各种 可怕的 把人的心 逼至疯狂的状况 那么光明之死 就是在描述 那样子的一个世界 他几乎可以说 没有非常明确的 故事的转折 但是有一些触发点 那故事到最后 我觉得 哇塞 完完全全 完美的酸梅味 超棒 我真的太喜欢 那个结局了 跟那个世界 即使我都想象的出来 那个结局 会是那个样子 可是我还是 好喜欢啊 这样子 就完全就是我的品味 所以如果有人喜欢 就是跟酸梅 一样的品味的话 那末日跟光明之死 都会是你的菜 而且才一篇 对不对 大家记得 如果有空的话 一样去按赞 然后留言 然后支持作者 那叶长青老师 还有就是 画不同的插画 我真的很喜欢 他的那个绘画的风格 这样 如果也喜欢 浮游之导的风格的话 就是也不要放弃 然后就是去看看 光明之死 没有放不放弃啦 但是就是 可以继续再看 他的其他作品 这样子 好的 那基本上 那基本上 我们三个 讲的作品 大概是讲完了 那下一部 其实就是会提到 阿直的作品 那阿直这一次 主要就是提了 一个人的作品 那这个漫画家 叫做凯子包 那他要提的 就是他这个叫做 正义的这一个 呃 这个作品 对 嘿 那因为阿直 刚刚只有 小小的出来 然后给我们一个 惊喜之后 然后又缩回去了 所以我大致上 呃 因为我有买这一本 个人制 对 这是凯子包老师 他自己有 个人出版的作品 所以呃 就算是 以个人制的方式 然后有呈现 一个单情本 但是就是 不是商业的那种 是个人制 那我是有买回家的 所以我就在这边 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主要的故事 是在描述 一个警察 来到了一个乡下 对 然后呃 哇 这是一个 有点难介绍的故事呢 哦 其实他最前面 应该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没有意识到他是警察啦 因为前面就是 虽然他有穿制服 是 然后 就是呈现出 就他很累 所以他跟同事讲说 他想要休长假 嗯 然后同事其实有点惊讶 因为说他们人力 已经很不足了 然后你还休假 可是因为他心真的很累 所以他就还是得休息 那他休息的时候 其实也不太想理别人 再加上他那个 跟他搭话 那个人看起来 有点流氓的样子 嗯 的确是 我可以理解 然后呢 他就跑去钓鱼了 在钓鱼的时候 他那时候遇到了两个 呃 一样也是钓客 只是讲的话 有一点就是 怪怪的 然后他们在回程的途中 就看到了一个 巨大人头 他吓得很大一跳 然后那两个钓客 就跟他说 哦 那那个是 就是警察说 这个是那个什么 类似艺术造型之类的雕像 就放在这里这样 装置艺术啊 装置艺术 对 装置艺术 就是那种艺术家 会做的那种 然后虽然说看起来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 因为毕竟是个巨人头 然后脖子又直接连接到地底下 然后大家还在那边开玩笑说 该不会跟魔爱石像一样吧 就是下面有埋藏着什么东西 这样子 然后反正总之 他们笑笑闹闹就离开了 然后第二天 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可能晚上的时候 在新闻上面有看到说 哎呦 就是可能发生命案啊 发现遗体啊 然后有被性侵的迹象这样 然后 我老实说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就很失礼的想说 所以其实该不会是你干的吧 等一下 所以他才要修长架逃走 对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讲 不是他啦 我只是 我只是当下真的超失礼 我就想说 所以他现在就是畏罪潜逃了是吧 但不是 其实他后面的故事 我真的看的也是 觉得非常的棒 就一方面觉得有点沉重 但是一方面又觉得 他这个故事真的是 既魔幻又棒 对 他是一种非常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都市魔幻吗 乡村魔幻 他的重点是在讨论 也不算讨论 就是描述一些社会的 蛮残酷的现实 但是他用另外一个 具有魔幻的 奇幻的一个设定 然后去描述这一个 议题或者是 这个问题的一个结束 然后你会觉得 蛤 有这个东西 但是 但是倒也不重要 有没有这个东西倒不重要 但重要的是 这个故事就这样子到这里落幕了 可是我觉得中间所带出来的各种 让人值得品味 值得咀嚼的那一些厚度 我认为都是非常 非常好的 然后包括到凯子包老师 他的画风非常的唯美 那如果有人去看过他的画的话 对我还有买过他的画册 那他的画真的很适合欧洲的感觉 然后那个深厚的 我也不知道 那个深厚的色彩的层次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如果有人喜欢凯子包老师的画风的话 那正义这部作品真的可以看一看 只是 当然如果你没有到特别喜欢画风 他的故事也仍然值得看 只是因为他的 我记得他的好像是这一本 就是实体的书已经 我记得是已经没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加印就是了 所以如果你 也不方便收实体书的 然后或者是已经买不到的话 那么大家就是欢迎 就是一样就是可以 就是CCC一样是一个平台 可以让你可以去支持作者 然后留言打起这样子 那总之我们阿直就可能 到现在都还没有再出现 真的是有点可惜 但是我们会在心中 永远的怀念阿直 这样子 听起来很奇怪呢 听起来很奇怪吗 我是说阿直永远在我心中 阿姑这样子会很奇怪吗 还好啦 还好啦 你为什么要犹豫 你为什么要犹豫 我本来想要调侃一下 但觉得我们为了保护酸美的小心脏 前面有一段 那个大家自己体会的沉默感 然后再回答说还好 好啦 那么总之我们的这个短篇大乱斗 应该就到这里算是告一段落了 我们其实真的 这一次真的很少见的用一个书单的方式 然后一系列劈里啪啦跟大家讲 但是因为一直都只做CCC的企划的话 我们还有太多东西想讲了 那这些作品都比较偏短 所以我们就决定干脆就一次跟大家讲完 但是希望大家知道是每一部作品都有它同等的价值 就我们是因为时间跟节目的制作的篇幅跟时间限制 所以才干脆一次讲 但希望大家都知道 他们真的都是很有趣的作品 然后也是我真心的觉得看完之后 我觉得台湾的漫画家是没有输给日本的作品的 只是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跟多一点机会去探索 那当然因为我们已经挑出来了 所以就减少了一些大家探索的路 那希望大家可以看是谁推荐的作品 然后去挑适合自己的口味 我真想讲的是这个 就是喜欢酸美味的就是记得要去看怎么样的作品 就这样 那这些作品我们全部都会列在文案当中 那至于我们的封面图 我自己对于这件事也很好奇 因为我不知道阿子会怎么做 对 期待 对期待期待 好了那么阿姑跟啪啪熊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了没了 没了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它其实我们讲一讲也蛮长的 那么我们就下一个月又有我们新的企划 对又是我的企划 奇怪了我怎么连续做了好几个月的企划 你们其他人是不是应该出来一下 因为酸美修很久啊 我没有修很久 是每次我们提的作品很多酸美就会说 他要等他 然后就就变成这样了 好了就对不起 那接下来如果没意外的话 我有可能11月之后 11月的企划完之后 我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也大部分不会出现 对大部分不会出现 不是绝对不会 但是可能会大部分不出现 那所以就 我们怀念你 对 好可以怀念我 那你们想讲什么你们都可以讲 就可以不用理我 可以不用理我 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集播出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 但是因为我们预计11月初的时候 我们要睽違三年的合题 对合题 所以我们会录一集 一样睽違三年的群魔乱舞的后续系列 那么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问卷调查 所以如果有人有兴趣就是来看一下 我们其中有几个问题非常的有趣 希望大家回答的可以认真的回答 那里面的问题有很多奇怪的问题 很多奇怪的答案 那还有就希望我们在群魔乱舞中讲什么的话 那也欢迎就是留言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参考看看 对我们睽違三年终于要四个人又再一次见面咯 对 放到最后面来讲 对不知道每次这种东西都放到最后面来讲 不知道多少人知道 但是好的 那今天 阿芷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 应该是没有 好的 那阿芷因为技术性上的问题 所以目前没有办法陪我们讲太多话 那但是我们会 我们就是阿芷 还是我们的C-Way这件事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就是欢迎下次再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啦 就这样啦 大家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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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